今年赤字率按3%安排,赤字规模是4.06万亿元,比去年年初的预算增加了1800亿元。 通过统筹各类财政资源,安排全国财政支出达到了28.5万亿元,这个比去年增长了1.1万亿元,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支出强度。 考虑到去年,我们四季度蒸发了1万亿国债,大多都是在今年使用,所以实际上支出效果更多的将体现在今年。 除此以外,今年还安排了地方政府专项债3.9万亿元,比去年增加了1000亿元,还有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。 再加上实施结构性的减税降费政策,所有这些措施将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, 提供必要的和有力的支撑。 过去几年,即使是在疫情期间,我们的赤字率也保持着一个相对的稳定。 这个在主要的经济体当中,是我们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。 那么这个18年到23年,财政赤字率总体是控制在3%以内。 2024年赤字率按3%安排,也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,所以确定了这样的一个水平。 所以总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负债水平还是适度的。 那么既符合推动经济稳重向好的这样一个客观需要, 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我们财政中长期的可持续性。